本月22号沙白安南县议会基于红山军发言人加码的度假屋没有执照 因此查封和拆除加码违建的度假屋 不料执法人员的这番举动却引起加码的不满 同时他也质疑这是雪州政府的政治不愁行动 加码今早在律师的陪同下 针对拆务仪式和沙白县土地局局长和县议会秘书会面后指出 他虽然不责怪土地局和县议会拆除他的度假屋 但对方必须秉公办事而不是只针对他一个人 加码促请执法单位一视同仁 对付大党区内非法营业的酒间赌场 40间按摩店和卡拉OK娱乐中心 否则别怪他私自行动 拆除违法的建筑物 就在这名红山军领袖动言要拆屋后 同一天下午加码直接入禀法庭申请停令 要求法庭阻止沙白安南县议会拆除他的度假屋 加码是以公司的名义入禀法庭 并把沙白安南县议会 沙白安南县署和雪州政府列为答辩人 他向法庭申请两项庭令 除了要求法庭阻止答辩人拆除他的度假屋 也促请法庭阻止答辩人不让他的度假屋营业 加码要求答辩人支付14万令吉的赔偿金 以补偿度假屋的损失 加码坚持 雪州政府是因为不满他日前到雪州政府大厦外抗议治水 才会刻意报复 NTV7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